中央设计者王洪国新北市19日殿 在深坑老街上矗立着生长于百年的茄冬和章树 是深坑老街重要的入口一项 日前却出现枯枝疾病液 为避免病况恶化 经修剪增加树冠层通风透气后 顺利让老树重现升级 新北市政府警官处发布新闻稿表示 每年德会派员巡查列馆珍贵树木 7月巡查发现深坑老街二树列馆老树病烟烟 不仅枯枝病液颇多 且部分枝条因生长过长而处及周边电加及电浪线 影响公共安全 在深坑老街上生长于百年的茄冬和章树 市新北市政府列馆保护的珍贵树木 也是深坑老街重要的入口一项 更是当地重要的休憩场所与精神地标 但又于深坑老街游客众多 机具车辆进出不易及周边电加之安全性等因素 警官处不易进厂修减 未避免老树病况恶化 警官处表示 在珍德周边住户及深坑里长黄建墙的共事后 特别挑于较无游客来往的清晨7时 调派专业树木修剪厂商执行修剪工作 经检除病库之交叉之下垂之等不良之条 以增加树官层通风透气减少病虫害并维持树形体态 黄建墙表示修剪后让老树更加生气蓬勃 拼兔心芽当地民众普遍表示满意 农业局长黎明表示 树木要生长良好 修剪不良这条是必要的 可以给予阳光适度穿越树官层的空间 增加下层 树叶和土壤接受日照的机会 可减少墙风造成倒幅的风险 他表示 市府鼓励黎明共同关心老树的生长状况 一同成为爱树护树的好邻居 让老树可与在地居民共存共荣 市府也会持续巡查珍贵树木 若发现问题将及时救治 并持续术后照护 让珍贵树木能受到妥善保护 健康乐活于新北市 1061019